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次抢断过后 球又到了他们脚下 传给了王珊珊 选择一脚横传去找进区内的队友 拦截了对手的传球 抢到了球权 南西安东尼奥 再判示意边线球 王珊珊 把球又重新拿回脚下 再判哨音响起犯规了 王珊珊 闻将没有让球轻松入网 他简直就是对手肚子里的蛔虫啊 预判得很准确 皮球被解围出来了 这个过定球直接掉向了防线后面 他面对来球没有做任何调整 就直接来了一脚零红抽射 身边的防守队员也没有想到他会这么处理 还以为他要把球停下以后再射呢 是啊 樓家慧 很好的一脚穿越球 漂亮的直载机会出现了 他们率先打破僵局 一个人带着球过五关斩六角 哎呀 佩服佩服 这就是他单兵作战能力的完美体现了 僵局被打破 目前比分1比0 张鑫 球权要拿回来了 球权要拿回来了 王手放线抢到了点 他打得非常自信 带着球直奔对方的防线而去 这种放线动作已经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 很容易犯规啊 台湾对他出示了黄牌啊 没错 奔归队员自己也清楚 这是个黄牌动作 哎 露家慧 非常聪明的一次拦截啊 夺回了球权 好球 没让球出界 王双 看什么质量了啊 这球有了 他们拱固了自己的迎接优势 看下回吧 谁让的反击战 可是他们的拿手好戏啊 随后的这一招打门也是力量感十足啊 看得人热血非常 比分已经被改写成了2比0 机会非常不错 要进了 他们追回了一个球 现在只落后一个球了 球一直就在他们境区内 他们花了这么长的时间都没能消除威胁 当然最终会付出代价的 目前的比分是2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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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到了前场 直接挡门 挡得好啊 就被恒莲抬回场上了 还不能掉以轻心啊 恒莲又一次立功了 他们很短的时间力量 自动穿了对方的大门 现在双方回到了同一期报线上 这个球的实际真是把握得太好了 我们经常说要用脑子踢球 这一次他是正儿八经用脑子进的球 是啊 从落后数球到半平比分 他们一直在努力 现在又开始了进攻 现在又开始了进攻 樓家慧 张欣 张欣 往说 该取得领先了吧 破坏了射门机会 球门暂时没有危险了 李孟文 站中找队友 这次进攻啊 没有起到效果 斯蒂芬尼梅亚 墨西哥姑娘们失去了对球的控制 这队友上来协助进攻了 这队友上来协助进攻了 比赛瞬息万变 马上就交换了球选 铲得很漂亮 对面的接外球 南西安东尼奥 斯蒂芬尼梅亚 现在又换到对手控球 一对一不在话下 蒂芬尼梅亚 精彩的愉悦就球 带行吗 走 车球开向了禁区中心 球被踢出来了 但飞得不远 对方还能组织进攻 这下球迷可以喘口气了 罵收 现在拿球的是王珊珊 进了就领先了 这么近的距离啊 其实完全没必要 射得这么大力嘛 这很容易踢飞 如果要是能更冷静一些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能找到更好的射门角度 这个球确实它处理的有欠妥当 在主裁判的哨声中 上半场比赛结束了 转播画面已经回到了奥林匹克球场的比赛现场 双方下半场的较量已经开始 让我们看看今天谁能笑到最后 一脚横传 传向禁区 队友已经报车到位了 这次的攻势收效甚微 马利亚桑切斯 一记滑铲 抢得了球权 漂亮 来判是以接外球 迪弗尼梅尔 多好的一次机会啊 哎呀 这球真是打不进比打进都难 今天这个状态真是令人堪忧啊 这个距离非常近 对他来说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啊 只能猜想今天身体状态可能还没调整好 一定是的 领先的机会 手边飞针不救 这个角球掉到了禁区中间 运气也是真的好啊 折射之后没有飞向球门 球又进了 他们扛住了大比分落空的心理压力 一分一分地将趋势扳了回来 终于 凭借这个球 他们将比分反超了 比赛又回到了他们的掌握之中 这次我们真的是需要好好看看这个门线技术的回放了 没问题 就要整体过门线了 但是如果没有门线技术的话 用肉眼来看确实很难 对 扳平的机会来了 这次进攻机会就到此为止了 这本来是一个很好的扳平 哎 可以打门了 漂亮一角世界薄技术相当了得 一角精准地过顶球 直接找到了前方的队友 在这种距离攻门 他绝对不会出现失误 比分被改写成了 3比3 西梅纳 洛佩斯 利贝卡伯纳 费兰尔 南西安东尼奥 碰好球 耐心倒角 寻找突破 一钩人胆大 本方进去力 成功断球啊 目前比赛还剩下半个小时 往双 这次拦截非常漂亮 直接将对手的进攻扼杀掉了 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反击的机会 很有希望的一次反击 结果球没拿稳 出界了 接外球 他们决定现在派上替补 斯蒂芬尼美亚 球被防守队员给断了 犯规了 任意球 对手犯规了 裁判给了任意球 犯规了 裁判是一比赛暂停 裁判的意思很明显 这次就不给牌了 但你接下来要注意自己动作 门将立功了 将对方开出的任意球没收了 马利亚桑切斯 反击的机会来了 他们会怎么选择呢 他的防守经验非常的丰富 对对手这个预判太准了 这脚球传得不错 应该能找到队友 王树 太危险了 击中了立柱 这次进攻到此为止了 他们本来有机会打破 目前场上的平衡 但很可惜 在他们的球员都完美发挥 找到一次致命的机会时 门框却站了出来 能传出个好球吗 在后场把球阐断 身边有队友在要球啊 看看怎么处理 这次进攻组织其实非常漂亮 但在离球门已经非常非常近的时候 功亏一篑了 看看这次能不能转换为进球 又一个机会 直接打中了门柱 还有机会 整场比赛开始十五分钟倒计时了 往双 看看张瑞的处理 这次来了一招简单做爆的远射 直接破门得分 谁能想到他会在这个距离起跳打门呢 后这个世界波可以说是犹如手术刀般精准 能打进这样的进球不简单啊 就在大家以为要以平局收场的时候 终于有人站出来打破比分了 没错 这就很可能会决定比赛的胜负啊 斯蒂芬尼梅亚 马利亚桑切斯 球权一阻落 能给到位吗 来了脚远射 黄远将球摊回了场上还有机会 万万没想到啊 门框站出来挡住了皮球 这是给了门将喘息的时间 是啊 门将也是 这才有机会把球一把抱住 现在终于可以输一口气了 教练决定要换人了 球是他们的了 打扮判罚进攻有力 比赛继续 往双 王珊珊 球进了 单枪匹马 杀到对方腹地把球打进 整个过程太精彩了 干净利落 简直不可阻挡了 比分被改写成了五比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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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得一次边线球 获得一次边线球 这个传终不太理想啊 对方球员直接拦了下来 球权一阻了 看看他们怎么利用这次反击的机会 这球没处理好啊 错失了这次反击的机会 好球 好球 非常好的机会 漂亮的扑球 门将发挥的不错 哎呀 估计打门的球员心里已经开始预设 哎 自己怎么庆祝第二个进球了 哎 走了 他们决定现在派上替补 工方这是连续获得脚球啊 不想走了 脚球被解围出去 双妹子往上拿球 挡住了对手的这次射门 好球 非常漂亮的远射 太精彩了 非常有压迫感的一次远射得分 是啊 我们看到他在离近去还有很远的地方 就有起脚打门 这脚球也是势大力尘 角度刚刚好 真是惊世骇俗的一力远射啊 哎呀 现场开了圆真分不已啊 这才叫持球推进啊 班中尝试找队友 主则办明照结束了比赛 谢谢大家